今年5月夏旬開始 重江中下游因為持續強降雨 引發嚴重洪災 全國七百多條河流水位超出境界線 多個水庫要開閘洩洪 導致下游很多村莊都被浸了 至今已經幾個月了 有些地方開始災後重建 但重災區之一的江西徘洋縣 部分村莊仍然在抽洪水 居民在等水退的一天 今年7月 江西徘洋縷域遭遇連日的強降雨 不少村莊變成窄國 農田和房屋都被浸了 事隔兩個多月 部分村莊仍然在做排雄工作 徘洋縣的文貴渡圍堤 在7月修補圍堤缺口之後 建了兩個排水站 日以繼夜將圍堤裡面的水排出 隨著洪水慢慢減退 整條村在8月通電 隋民也陸續回家收拾 桂湖村村民 黃萊英原本在村裡開超市和理髮店 洪水一來貨物全毀 洪水退了之後 黃萊英找親戚借了錢 又重開生意 尤敦街鎮迪溪村 在7月頭也遇上決堤 洪水沖毀房屋 有準備結婚的新人 船室慘重 對於房屋被毀的災民 當地政府說正在籌集資金 幫村民在明年的農曆新年之前 入住新屋 不過有些地方仍然被洪水淹沒 九江市都昌縣 囂陽村在7月初 為了幫潑洋湖洩洪 吸納了部分洪水 不過直到九月尾水位仍然退得很慢 出入條村的公路依然浸曬 村委會於是租了一艘船 接載村民